介紹為您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夫婦 因為龍潭購地案而被判刑 而在民事部分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也向他們求償四億元 不過今天被台北地方法院駁回 理由是竹科管理局在本案當中 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損害 而陳水扁今天親自出庭聆聽判決 他透過律師表示 這樣的判決結果是在他意料之中 龍潭購地案民事訴訟部分 臺北地緣二十一號宣判 駁回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向陳水扁和吳淑貞等人求償四億之訴 理由是竹科管理局並未有實質損害 而陳水扁也親自到場聆聽判決 並透過律師表示 對判決的結果是意料中之事 並慎感欣慰 對於判決結果 他是不覺得意外 是意料中的事情 當然他也很感謝法官 根據調查證據的結果 依法適用法律 至於陳水扁身體健康的部分 律師鴻貴三表示 仍有胸悶和胸痛的情形 還沒改善 也期望接受脫適的治療 介紹陳昌瑋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